凌晨24点 朱方玉宣布轰动决定 姚迷惑严惩 辽兰遭遇重创 大家好 我是体能猪八戒动格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在这里的祝愿各位 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知新赛季的CBA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中 在第四轮上演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 堪称本赛季总决赛的预演 这场比赛就是辽兰和广东队的辽阅大战 辽兰和广东队大家知道是老对手了 辽兰是如今CBA的王者之师 也是本赛季的未免冠军 辽兰本赛季将向队市的三连冠去发起冲击 因此全队上下 所有球员对此是高度重视 广东队作为联盟的11冠王 球队的底蕴那是深不可测 修塞期广东队成功的得到了周琪 并签下了超级小万元沃特斯 广东队也再度具备了争冠了这样一种能力 广东队本赛季的目标非常清晰 那就是要去夺冠 所以说 当两支球队相遇的时候 一定会特别的紧张刺激 同时也会碰上出不一样的火花 最终 辽兰战胜了广东队 最终 赢下了两队 本赛季的第一次交手 不过 虽然本场比赛已经过去了几天时间 但关于本场比赛的话题一直都是没有中断的 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本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大家看到 广东队的主帅杜峰 对于输给辽兰这件事情并不是很服气 杜峰毫不避讳的对外界表示 辽兰的罚球比广东队多了整整20个 如果广东队也有这么多罚球的话 比赛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杜峰的意思相当的明显 他在质疑辽兰拥有主场优势 质疑辽兰拥有主场哨这件事情 这才是广东队输球的主要原因 杜峰如此质疑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些天辽兰的核心张震灵成功登上了这艘 在辽业大战中张震灵他的一些行为 确实引发了外界诸多的争议 比如说在一次跑位的掌材中 张震灵故意用肩部和左部 去撞击广东队的小外联沃特斯 导致沃特斯被撞倒在地 滑行有三明远非常狼狈 随后还上演了更加离奇的一幕 张震灵在退守的过程中注意撞到沃特斯的身上 张震灵他顺势倒在地上 双手抱头不能站立躺在那里 张震灵这番操作呢 让球迷们摸不着头脑 直言他非常有引递的这个潜质 试想一下张震灵他的身材 整整比沃特斯大了一圈 确实不应该出现赛场上 如此狼狈的这样一个情景 更加令人愤怒的是在第四节 沃特斯在外线高高跳起头三分 张震灵防守时有故意垫脚的嫌疑 如果沃特斯因此受伤的话 那广东队就真的是亏大法了 张震灵的行为呢 也被清晰的记录了下来 但当时的裁判并没有对张震灵有任何的处罚 不过张震灵的这些行为呢 已经惹火了广东队的总经理朱芳宇 凌晨的24点钟了 朱芳宇在和球迷们的这个互动中 也宣布了一个让外界感到非常轰动的决定 朱芳宇表示 针对那场比赛球场上出现的这些行为 他已经向CBA的公司申诉 希望CBA公司能给出一个公正的回应 因为这些事情呢 再加上张震灵在CBA赛场上的 近期的一些球霸行为 张震灵最近的风评相当的不好 张震灵的母亲 大家知道是蓝鞋副主席王芳 这让张震灵更加的被外界所关注 面对外界强大的这样一种压力呢 姚明或许会对张震灵进行严惩 从而杀一紧百 给类似的行为做出一些警告 不过 不管怎么说呢 张震灵作为辽兰的核心 确实在行为方面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张震灵最近遇到了这些麻烦 辽兰的独官之力 无疑也会遭遇到了重创 最后呢 让我们对这件事情 保持持续性的关注 静观其变吧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